30塊錢 教你吃一天 我看這臘腸還不錯 來兩顆喔 同樣煮變啊 我會選擇這種容易熟的變現 來兩包 安排兩個雞蛋 再安排兩個皮蛋 一顆生菜 先五塊錢喔 沒那麼準耶 再小一點 再小 差不多 再小 這個沒有沒有 有 下下 差不多 沒有五塊 甚至你還能安排上自己喜歡吃的水果 再來一包變成肉 所以你看啊 這些食材一共去掉了28塊3 首先早餐來個清湯片配饅頭 準備這些食材 那這饅頭太多了 我們就給它蒸一半 先蒸饅頭再來做其他事情 放棄給它蒸10分鐘 這個食材也蠻多的 一個人也吃不完 畢竟煮清湯片是要欺騙這些 但是呢 也要全部給它全部吸血 用清水給它多沖洗幾天 才會乾淨 早餐時間比較緊 越快越好 這邊蒸 這邊煮 鍋中下油 開中小火 來煎兩個荷包蛋 慢慢煎 像這樣煎出來就很香了 加一點點蔥排啊 有蔥油的加持 可以讓這碗麵變得更加美味 這個時候可以往鍋中下開水啦 大火煮三分鐘 這個時候可以下細便了 食欲大的 下兩塊 可以加點生抽更鮮甜 來點鹽調味 再下生菜 可以出鍋了 自己做的麵湯就是香 這個時候饅頭也剛剛好 十分鐘搞定一個人的早餐 簡直是太方便了 午飯啊 準備做一個臘腸飯 這玩意只要給它切成KING就行了 我也更新了一千多道詳細的美食教程了 很實用 如果你不知道吃啥做啥的時候 可以到這邊找靈感 準備150克的米 我先給它淘洗一下 洗好之後 臘腸倒進來 加點生抽更鮮甜 老抽上色顏色更好看 一點點蠔油 少許胡椒粉 少許芝麻油 充分攪拌均勻 點贊是錢分 美點是本分 不管怎樣 謝謝你 薪水加至沒過食材多一點點 這一塊才3塊7 來 把它切成丁 用來做湯 剛剛好 燉中裡面下生薑片 洗淨的瘦肉倒進來 這樣燉的瘦肉湯 它是甘甜又美味 下少許的鹽 這樣湯和米飯一起蒸就比較效力了 扣上保鮮膜 像這樣處理一下 比較好脫漆 水燒開了 可以放進來了 上去後蒸30分鐘 午飯的時間也是比較趕 當然是越快越好 快速減便 還要能夠吃得飽 終於蒸好了 抽過 瘦肉湯 哇 湯這麼輕啊 太讚了 最後口起點綴 再看看這個臘腸飯 這個軟爛程度剛剛好 你看粒粒不明 晚餐時間比較充足 你可以做豐富一些 這皮蛋看著還不錯 先把皮蛋切一下 像這樣裝盤 這扳頭也可以給它切薄一點 還有一根大腸別浪費了 斜刀切片 鍋中下油 五重油溫下去炸一分鐘 油比較少你要不斷給它放一下鍊 才不會糊掉 沒錯 就這個狀態 可以撈起來了 這個時候很酥很脆 這切好的臘腸也順便炸一下 炸好了 可以出鍋了 它是鹹甜酒香味的 剛好和皮蛋一起裝盤 更好看 來點蔥白 點香 加一碗清水 來點冬菜 它也是醃製的包菜乾 沙餡小吃裡面的扁子肉 是少不了這個的 水還沒開 千萬別下扁子肉 要不然提前下去的時候 很容易粘鍋還會把它煮散掉 不到一分鐘就開了 下 一個一個下比較方便 中大火煮三分鐘才會熟透 畢竟這個皮還是白色的 你要煮到透明色它就熟辣 等待的時間加點鹽 看吧 已經變成透明狀熟辣 最後撒點蔥花 簡簡單單出鍋 碗中準備點蒜末蔥白 高油溫激發出香味 趁熱下蒸魚子油 陳醋 燒細白糖 攪拌均勻 調成白醋醬汁 鍋中燒水來點鹽 加點油 這生菜一定要等水開的時候再下 提前下的話會把它泡黃掉的 水燒開了 大膽的下 完全變成翠麗色 出鍋 把水瀝乾 搭配這一盤出鍋 淋上調製好的白醋汁 剛好白醋生菜和涼拌皮蛋 銅在一個盤子裡面 你只要洗一個盤子就夠了 這樣的晚餐簡簡單單 1 2 3 4 5 6 7 8 還有水果 怎麼樣 才30啊 沒錯 像我這麼做 低成本就能找到生活的幸福感 忙碌了半天 這早中文都匯集在一起了 也就是說 這一餐要三個人來吃